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春节 平民学校都会组织全校师生筹备庆祝晚会 近两年 由于疫情 春节晚会都改为了线上直播 表演内容由父母在家拍摄 再发送给老师们 在严格遵循防疫政策的前提下 陪民学校安排了少量的学生返校 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晚会进行最终的线下排练 廖夫人陪孩子一起来到了排练现场 同学们 同学们 同学们来了 欢迎欢迎 平民学校的创始人萧萍是第三代华人 其家族的移民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萧萍先生听父亲讲过亲人险些入狱的故事 而他自己也亲历了1998年的排华暴乱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 萧萍先生逃离印尼 辗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多地求学 却始终找不到归属 他时常自问 像自己这样的印尼华人到底跟在何处 我爸爸是93年起死的 当他起死前吩咐我 如果有机会为华侨做一个工作 就是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再开办学校 因为当时我的外祖父有开办华侨 也是被没收了 全部被他们拿起了 所以当发生98年时间 我看到自从66年到98年 我们的孩子的下一代完全不认识 这些中国文化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伤心 所以我就想起我爸爸讲的话 开办学校 开办学校才能够影响到比较多的 这个华人时地 建校20余年 培民学校本着传承中华文化的理念 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 近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 以及中印两国交往的加强 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现在不是单单西方的技术很好 我们要向上看我们的祖国的这些课程 让下一代的人能够发展 在这个方面 你必不得要承认 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时代了 所以我们的孩子 希望也是能够一部分向哪边发展 我们都要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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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承认